孟回长安 欢迎来到那台我是蓝虎 咱们继续来看175的一个单挑 这把单挑的话是观众方式 欢天猴的一个花果山 这个花果山的话在我们雪山 也可以排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一个花果山了 因为花果山经历过那次很大的一个削弱 然后玩花果山的人不是很多了 之前表弟玩过一阵花果山 也是转回了一个法系是吧 这把对战的是一个什么木链 咱们来看一看双方的一个打斗情况 就硬件来看的话双方应该是差不多的是吧 但是物理打法系的话 说实话物理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毕竟法系的他的一个属性点 大部分还是积住在一个魔法上是吧 对面来了一波大秒 直接把观众方的一个虚拟宝宝给秒成 这样的话观众方的一个运气有点好 好在是毕雷宝宝直接把虚拟给捕到捕死了 观众方又拉出了一个法防的一个童子 就硬件方面观众方绝对是没毛病是吧 咱们也之前就是说出过一期这个 窜店后打这个微红风的一个视频是吧 防空微红风三期防御 是吧 照样 照样干 观众方的一个宝宝飞得非常快 是观众方的场上的一个好带的速度 观众方拿到了一个一速哈 有一个一速的话还是非常匍匐的哈 毕竟先出手 观众方继续召唤 拉出了一只神马 哎呦 直接爆了八千 我的天 这个情依三节 说实话 这个特技不仅年宝宝好用啊 杀人也非常好用 一把当头一万次 好在观众方是出了一只神马是吧 但是观众方的一个形式还是不如乐观 因为对面的一个宝宝都是在感知的 哎呦 这个混沌球 上败图的很高 观众方直接拉出了一个孩子 只要有孩子就问题不大 花火山打这种尸体战还是非常强的 而且对面是一个 对面的受魂追的一个宝宝 还不是那种控制宝宝是吧 这样的话 观众方的一个花火山就可以蹭蹭输出 当然出个宝宝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但是感觉速度被卡住了呀 好在出了一把163 看一看这把163能不能给观众方一个机会是吧 直接把对面后排的一个利劈给打飞 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利劈过来是吧 出了一把163 都会这把163 要不的话 观众方很难受 对面继续拉一致的一个设法 可以继续清 但是观众方手里还剩下三只宝宝的啊 其实这个时候不要看场上 观众方现在场上去一个孩子啊 但是观众方还剩下三只宝宝 对战方基本就是已经说没有宝宝了 但我看来的话 这一把的话还是凶多吉少 对战方还是很难打 看一看这把孩子如果能神的话 观众方是完全有机会神了 继续拉起人物 人物看一看 选择了一把神圈 对面的一个宝宝也是跑掉了 可能这样的话 观众方可以 还是观众方一个移速继续帅 先出手 对战方 对战方拿了一把风君 返云 咱们看一看伤害 哎呦这伤害的 观众方也是很机灵是吗 今天拉上一个后排的一个射火区的一个控制宝宝来控制对面的一个风君 但是感觉速度跟不上呀 问题不大 划过山的话 手持一速 而且手里还收下一只宝宝 这样的话 对战方有点难受 对战方只有这一个孩子了 又打出了一把163 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看观众方有没有机会是吧 把对面的一个孩子打掉 哎呦观众方的一个童子还有一个杀人的 对面也是同样出了一把163 哎呦没有办法对面没有速度 一把杀位9000多 而且观众方场上的一个宝宝还是带高鬼魂的 这样的话 观众方老三比赛